有点当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露露 是,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受到飓风海马的影响 航班的一些改变的情况 尤其是亚航来往于中港台的航班 嗯,因为这个海马台风的袭击 所以亚航就宣布取消了33个 在20日和21日 就是今天和明天 来往大马以及中国南部和台湾的航班 那亚航在昨天的时候 就有发一个文告就表示说 因为受到了受影响的 其实包括沙巴亚币飞往中国南部 及台湾的航班 以及部分是从基隆波 佛罗教义以及新山飞往中国南部 以及台湾的航班 嗯,同时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受影响的朋友一定要在网上详细的再查一下了 你包括在他在这个被取消的和改变的航班 在20日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周四的时候 共有11个班机 啊,包括来来来往亚批香港 深圳、杭州、武汉、广州 以及台北的航班 吉隆波来往高雄、深圳、广州的航班 也受到影响 同时新疆 不是新疆 新山 新山来往广州的航班 也受到影响 另外的一个是周五级 就明天的时候 21号受影响的航班 为21个 你包括亚、亚批来往香港、深圳、杭州、武汉、广州及台北的航班 吉隆波来往汉头、长沙、深圳、香港、广州、澳门的航班和新山来往广州以及弗洛交易来往广州的航班也被取消了 相识应受影响的朋友应该详细查一下网络的一些信息 包括上亚航的官方网站去查一下自己的航班究竟受没受影响 不过我们再看一下摩托骑士是不是在来往马兴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通道上能够更加方便了呢 嗯 因为之前就是通关他们需要15秒的时间 但现在已经减少至8秒了 往返马兴两地的摩托骑士 他们就因为随着新的M-Bike摩托的通关系统 就于11月在新山关税移民和检疫中心和马兴第二通道全面的已经启用了 那就可以缓舒缓了摩托车到50%的那个交通阻塞的问题 嗯 所以呢 说现在8秒就可以通关 原来是15秒 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你应该怎样去做这样的相关的手续呢 你应该去新山关税或者是移民检疫中心 去那办理一站式的柜台进行免费的登记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拿着你的护照和签证和自己的一个证件 因为他要贴一个贴纸在你的这个护照内贴一个贴纸 这样子的时候 当摩托提示经过马兴之间的这个关口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首先出示你的护照 然后护照上他的这个贴纸会跟另外的一个机器进行扫描 扫描完之后呢 你在他在扫描你的人头像或你的手指扫描一下 就可以通关了 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一点好 如果说是你后边有一个人 你带着一个人坐着呢 是你的妻子或你的女儿 你的朋友也好 这个系统呢自能自动能够检测出 你们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 所以说呢 如果要通关的话 必须两个人同时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才能够一起通关的 这也是新加坡这方面最近对于这种严谨的关控测试还是蛮严格的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 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 节地呢 我们原来国家央行的 我们国家央行的总裁 那么今年4月1号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退休之后 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嗯 这个亚投行就发文告就指出说 其实该国资讯委员会的这一个委员 除了节地以外 还有另外的举人 他们分别是日本首相的 日本首相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前巴基斯坦的总理 然后前香港的特首 以及瑞典的财政部长等人 他们就有一个会议 然后他们开了这个会议 是要提供那个公正 客观和独立的建议 就给一些形象 以及一些国际的经验 嗯哼 所以呢 节地呢 也是在这个授寻的顾问委员会当中 最近呢 他们也在北京开了第一次会议 看来以后 其实 他们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主要是为这个亚投行提供未来的一个政策 包括不同国家的一个预期 包括未来这个 呃 不同国家内部的经济形势 与亚通行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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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叫做present dog 就有一个dog字 就是那个狗字 所以他就不让他 就是renew那个知道了 然后我们柔佛的王子 他就说这一件事情 他就批评说 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让大马 不能够进步的一件事情 是 除了柔佛之后的王子之外 似乎还有其他的人 也有了不同的一个说法了 除了他以外 伊党的一些议员 就是伊斯兰党的巴西国会议员 他也有说 这一个anti-anze 这一个热狗 就是那个present dog 他是不会带来混淆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个就只是热狗的食物啊 所以对于那一个present dog 这个名字来说 其实不会引起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根本就是不应该 就是有这一个操作 这是个操作 另外的 似乎旅游部部长拿兹利 他也要说了一些话 是 包括拿兹利 他最近他也在抛红 说这个拒绝发亲人执照 给这个连锁店的这个行为呢 做我法呢 是愚蠢的和落后的 同时呢 他也指出说 热狗这个字眼不代表 该食物真的是有狗肉 因此呢 伊斯兰发展局 无需执着于那一个字眼的 这也是这个 旅游部部长 他的一些说法了 我相信这些 无论是旅游部部长也好 这个伊党议员也好 然后柔佛州的王子也好 这三个真是量极量极的一个例证 你看柔佛州王子 他是具有权威性的 他是苏丹玛 他要不要皇室吗 我们都认为皇室就代表 伊斯兰籍最大的 这个最最最宠高 或最大的一个代言人吗 既然他都说了 你说我们 我们怎么还能够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是吗 然后同时呢 然后伊党 你看我们一直以为伊斯兰党 都是跟宗教很沾边的一个政党 同时他又试试一行法之类的 又想试试一行法 你看他都说 这个食物的名字都没问题的 你看我们伊斯兰宗教 这个另外的一个 就是那个认证的 那个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这个字眼呢 同时你看都不仅仅是伊斯兰党 一直让我们认为是比较跟伊斯兰 特别保守的一个势力 同时我认为伊斯兰教的最高的leader 柔佛州的王室也刷言了 那么我们的政府界的人士也发言了 你包括南兹瑞 他也说 这种做法就是愚蠢和落后的 这些话都不是我们说的 这都是这些官 这些当官的 或者是说这些皇室里面的人 或者是说跟宗教有关系的 这些宗教师们他们说的 可不是我们说的 而且他也只是 就是大家也知道 他就只是热狗啊 难道你就因为他是热狗 那你因为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吃他了吗 也不会啊 那为什么你就因为他有一个 dog字 就一个狗字 然后你就说 这个字眼就是 不能够让他更新那个执照 我觉得好像感觉就说不过去啊 而且他们说的超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才会一直这样子 停留在这里啊 而且感觉就是会一直这样子 退步下去 因为你做的事情 就是你会以一些 很小很小的字眼 或者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然后你就把它给炒作出来 嗯哼 那我们马来西亚以后还要怎么样进步 嗯 我相信这个炒作不仅仅是 就是 这家公司想炒作 或这家公司真想炒作 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 被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 那么这个伊斯兰发展 你觉得肯定不想炒作这件事情 因为对他们没什么好处 然后想炒作的 能够炒作起来的 只又是媒体了 嗯 那么媒体就开始炒作 那么主要是哪些媒体在炒作呢 然后就炒起来了 这件事情 然后让让我们感受到 呃 这件事情 又又又 好像似乎 我们通过这一类的新闻 就感觉你看 伊斯兰教 你看这一帮人 带着盖头这帮人 带着投金的这帮人 哎 他们的想法 哎呀 真是落后 思维落后 愚蠢落后 然后不跟时代的解剖 这就 这个新闻目的达到了 哎 华人就会认为 马来人就是这个样子 啊 那马来人 其实马来人 他他 他他会 他会 也会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 他对这件事情 他也 他他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你包括 给大家再详细说一下马来人的感受 或者是说 中 为什么伊斯兰发展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裁决 呃 在我对于伊斯兰的一个理解上 我会这么认为 我会这么认为 就是 呃 呃 他 他确确实伊斯兰的教义说 呃 不能吃狗肉 除了猪肉 呃 除了猪肉 然后带血的东西 然后非正常性死亡的东西 都不能吃 然后包括狗肉 也在内 然后呃 这是文明文明规定的 只要是食物里不含狗肉 呃 这他 他不是狗肉 他是一个清真的使命 那就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这我相信很多 有一部伊斯兰的开明派 他会 他们会这么想 我相信 拿兹瑞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也相信 伊党的这个议员 他也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开明的人呢 自然站到开明派里边来 呃 开明派是哪些人呢 你包括我们的成信党就是开明派 从伊斯兰党分离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人应该都是同时有这样同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边我们一直都以为他 他跟我们呃 冰城的首长林冠英关系很好 所以很受华人这方面的一个喜爱 那他的话呢 似乎也比较在华人社会吃得开 呃 另外的一方面 但是 他还有另外的一部分的想法 就是除了这个呃 基本的教育之外说在这个不能够吃猪 以及他附带的带血的 以及非正常性死亡的这些动物之外呢 我相信伊斯兰发展局他会考量到另外的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很多的穆斯林民众 很多的相亲的穆斯林民众 他们确实知识没有那么太丰厚 他确实是要通过这个名字来看这个食物具体是什么 假如说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热狗 hot dog 我就感觉哎呀 这是不是狗啊 然后哎 这个狗怎么是还有清真标识 就会让人感觉很混混 很混淆的一件事情 那我是吃还是不吃呢 所以我相信他们会考量的 因为我们在华人社会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也经常会说 呃 我华人社会都是在中产阶级这边 然后很多的乡区 有很乡区有很多的穆斯林是马来人 所以他们的这个认识程度还没有 还没有达到这种啊 中产阶级以上 或者是说这种开明派的这种角色上来 所以他们他们很普通 并不能说他们是落后的 他们是愚蠢的 这是他们很普通的一个心理状态 他们他也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民众 他也是为因为他的宗教而虔诚 所以他也是善良的 他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看到包装上有这么一个热狗 他也会怀疑我是穆斯林 我能吃狗吗 他有个道个 然后同时我又看到 发展局如果给他清真认证 他就会产生纠结 为什么一个狗清真局又认证了 他会产生这种纠结 所以我相信 伊斯兰发展局 他会有这个方向去考量这件事情 来做出这个决定的 但是这个决定究竟是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发展 还是不利于国家未来的发展 或许这是另外的一方面的一个课题 但是至少我们理解这个事情里边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小新闻 这个小新闻呢 就是这个马中 马中在这个马六甲要建设一个码头 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对马六甲是非常看重的 嗯 交通部长呢 是李廖总理还就强调说 马六甲的黄井 黄井改深水部给码头呢 是大马首个获得中国共同开发和建设的港口 那政府也将给予很大的支持 广大这一个广界 让更多的船只可以进入 嗯哼 所以呢 那这方面在在呃 包括进进一步的一个建设 这个建设过程当中 它究竟是有哪些的一些用处呢 我们看一下啊 呃在这个廖总理他说呢 他说长年有近十万艘的这个渔船 经过马六甲海峡 呃那么有70%到80%来自于中国的 因此将原有的这个港港头港界扩大呢 可让更多的船只停泊修船和添游啊 的作用 呃同时啊 他还啊强调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 你包括啊 你包括就是啊 马六甲的这个新建成 如果是新建成的黄金港部山水部及码头 才有更多的服务及海事活动 甚至可能将成为大型的卸货码头 这是他未来的这个这个码头的一个功用 我们相信未来呢 中国这方面也会增加 他对于马六甲港口这方面的投入 因为他深知深知什么呢 呃未来能未来中国的命脉 未来中国能够从国外运运商品到中国 中国能够把自己的商品运出去 还是很依靠马六甲码头的 呃因为其他的码头 你包括新加坡这方面 包括其他的这方面都有美军在那驻扎着呢 一旦美军哪一天不高兴拦截你不让你过 那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呢 如果说能够跟马六甲搞好关系 跟马来西亚搞好关系 把这个马六甲码头当成自己的码头再使用 自己也有呃这个呃 不让美军在这住的话 那么完全就是符合中国这方面的一个利益需求了 呃这是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这个问题的价格是不可能的 感谢观看